夜踏T恤DIY 这是我们两天一夜游城 最后一个DIY的体验活动 因为我们的创办人卓妈妈 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学校教书十年 也经营十几年的 沉衣厂的事业 所以他想要送一件衣服 或制作一个袋子 送给大家带回家做纪念 大家可以把 在投层农场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感受到的事物 画下来写下来 或将新认识的植物 踏印在衣服或袋子上 带回家 你就可以保存 在投层农场美好的回忆 介绍踏印的步骤 第一把衣服平铺在桌面上 想好你要画的图案或是要写的内容 看你要踏印的地方 是在前胸 领口 或是下摆 或者是在衣服的背后 甚至是在袖子上 因为这是你特别的 自己的衣服 所以你可以选择 你自己喜欢的地方 来做踏印 自己构图好 然后在衣服的中间 摆上一张报纸 放入报纸 是为了防止在踏印的时候 把染料渗透到衣服的另外一面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动手画 书写或踏印页片 通常是页背的部分 在毛笔沾上薄薄的颜料 可以用刮刷的方式 让叶脉显现 涂浅浅的也比较容易干 我们可以由深到浅的颜色 来涂涂显的尼着 月间的部分 italiano可以涂淺色系 比如说黄色 因为我们所配置的颜料碰到衣服洗不掉 所以在踏硬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不要沾到衣服 记得将涂上染料的叶片放在你设想好的位置上 叶片上再放置一张报纸 轻压报纸使叶片上的染料印到衣服上 之后放置一周 让它自然风干 或者是用熨斗烫熨 等它干了之后再穿 以后洗颜色也不会掉哦 我们夜踏T恤的所有的步骤 这样你学会了吗 赶快来跟我们一起来做夜踏T恤 早上 我们下期末之后 组织社会 一定你没有 我们下期末之后 你会用纸